今天選中現場我們帶你來聚焦的是美國的加州洛杉磯發生的地震 這規模達到了4.4級 整個洛杉磯地區都是有震感的 這起地震是發生在台灣時間的今天 清晨3點半左右 正央位在洛杉磯市中心的東北部地區 震源深度大約是12.1公里 而頻繁的地震也讓不少人都嚇壞了 逃到空地上來避難 在正央附近的市政廳水管也被震破 所幸目前沒有傳出任何的傷亡報告 而另外要來看到這個是阿富汗的首都喀布爾 發生了炸彈攻擊恐怖組織 伊斯蘭國現在就宣稱犯案 喀布爾有一處少數族群 什葉派穆斯林居住的社區 有一輛小型巴士遭到炸彈襲擊 導致至少有一個人死亡 十一個人輕重傷 什葉派穆斯林被伊斯蘭國視為是异端 所以常常是這個組織的攻擊目標 而烏戰爭的部分 現在烏軍有重大突破 烏克蘭上週就突襲了 俄羅斯邊境庫斯科州 宣稱已經掌控了大約是1000平方公里的領土 烏軍將小鎮建築上頭的俄羅斯的旗幟 就給拔下來然後扔掉 另外來看到這畫面就是插上了烏克蘭的旗幟 宣告說已經成功佔領這個區域了 烏克蘭當局現在就宣稱 調派了數千名的兵力 已經深入到了敵營的25到30公里 而現在根據富比社報導更是進一步指出 可能會有上萬名的兵力參與跨境的攻擊 所以才會導致俄羅斯難以反擊 好 現在基輔當局就證實說 近日發起了俄烏戰爭爆發以來 烏克蘭打進俄羅斯領土的最大規模的攻勢 現在烏克蘭的武裝部隊總司令更是聲稱 烏軍已經掌控了俄羅斯的庫斯科州 大約是一千平方公里的領土 而這個社群媒體上頭現在流傳出了 是一些烏克蘭的士兵們 他們PO出闖進去俄羅斯的超市 還諷刺俄羅斯超市東西很少 看得出資源很平靜 好 另外來舉到的是東北亞的局勢 這是美國和南韓每一年例行的軍演 已知自由之盾即將在19號正式登場 並且會為期11天 在29號就會結束 這重點就是要針對北韓最近頻頻發射核武 還有這個彈道飛彈的技術 美韓兩軍即將會從陸海空 實施各種野外機動以及射擊的訓練 同時會設法應對北韓干擾GPS 網路駭客攻擊等等帶來的重大威脅 南韓的聯合參謀本部現在透露了 這一次的已知自由之盾的軍演實施 期間將會首次導入模擬北韓核武攻擊的政府演習 民間避難所的訓練 由各個地區責任的部隊要參與 而今年度的已知自由之盾的聯演 參加的兵力將會達到一萬九千個人 維持往年的參演人數 而在野外機動訓練的部分則會多達48件 這個數字其實是比往年還要多的 以上就是這一節的群球現場